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好的古代 一场战役动辄上万人 指挥打仗就成了一件考验将领能力的事情 身负诸多责任的将领究竟是怎么进行指挥打仗的呢? 今天瑞森就和大家聊一聊打仗指挥的故事 在古代战场上,将领往往是一支队伍的大脑和心脏 士兵们则是负责行动的四肢 明朝著名将领七级光曾说 将者,复兴也,士族者,手足也 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将领的指挥和士兵的行动力 在一场战斗中往往是分不开的 但是各种史料记载的将军们 穿着的服饰和士兵们往往不相同 将领的服装会更加醒目 比如铠甲的材质不同 或者铠甲上会有独特的颜色或纹饰 这一方面是体现了将领的身份与地位的不同 同时比普通士兵更优质的材质 也能够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保证指挥核心的安全 例如南北朝时期的明光凯 由于演练技术的原因 产量较少 只供少数精锐武士穿戴 而另一方面 这种服饰的区别更有利于将领指挥战场 军令畅行 在古代战场上 士兵都以将领的军令 马首是瞻 如果没有鲜明的区别 士兵们就无法区分 军令是不是将领发出的 队伍就会发生混乱 不过将领们与普通士兵穿着不相同 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敌方也能一眼就认出将领 所谓擒贼先擒王 敌方会对将领进行猛烈的攻击 这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了 一般来说 将领除了本身武力直超群之外 身边也会跟随守护将领的人马 来保证将领的安全 以此来抵消服装过于显眼带来的弊端 不过古代战场的指挥 也不仅仅是这样 除了将领发号施令之外 还有一些乐器的应用 在中学语文课本《曹贵论战》中 有这样一句话 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而结 笔结我赢 故克之 意思是说 第一次击鼓能振作士兵们的勇气 第二次击鼓 使士兵们的勇气低落 第三次击鼓 士兵们的勇气就消失了 对方的士气消弭 而我方的士气震望 所以才能打败对方 这说的就是鼓在古代战场指挥中的运用 此外 古代军队还利用鼓声不同的频率 指挥精力 采取相应的进攻速度 《魏辽子》中记载了三种不同频率的鼓声 一步一鼓是要求 步伐整齐的缓步前进 十步一鼓是要求 快步前进 当鼓声连续不断时 则意味着要发起冲锋 而且 很多时候不同层级的部队 需要配备不同的铜鼓 来避免鼓声在传播中走样 与雷鼓进军相对的 就是明金收兵了 行子一兵中说 闻鼓声而进 闻金声而退 这里的金 不是指金子座的器物 而是指铜针 一种长得很像铜钟的乐器 金队听到鼓声 就冲锋陷阵 再听到金声 就要赶紧撤退 成语中 雷鼓进军 明金收兵 就是这样来的 除此之外 战场指挥 还有两类必不可少的部分 那就是各类金旗和负责传信的传令兵 或许大多数影视作品中 只是突出了将领战场指挥的主要作用 而传令兵和金旗的作用往往是被忽略的 但是在古代战场 要做到行令如流 传令兵和金旗 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金旗可以说 是古代行军打仗时最为重要的部分 金旗是一方军队的代表 古代作战时 金旗同样有着向士兵传达信号的重要使命 有时金旗的充分利用与配合 是一场战争胜利的关键 古代金旗有很多种 道士最大的金旗 一般是帝王清征时才会插得齐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意思 道旗的出现 能够鼓舞士兵的士气 提升士兵的战斗力 还有一种在军队出征 举办祭旗仪式的旗帜 牙旗 牙旗往往是军队的主帅所立 士兵依靠牙旗 知晓主帅的位置 方便及时地指挥与行军 而最重要的军旗是好旗 好旗有多种颜色 不同的颜色也代表着不同的讯息 进攻 防守 撤退等等 将领临场指挥时 也可以通过好旗的数量 判断士兵的伤亡情况 此外 通过观察好旗的推进速度 将领可以判断战场局势变化 做出准确的判断 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创造有利条件 除此之外 军旗也可以标示方位 相传在皇帝时期 就用青 赤 白 黑 黄等五种颜色 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 因此称为五方旗 古代军队作战时 五方旗能够便于将领指挥军队 随时掌握战场动态 每个军队都有自己不同的军旗使用方式 在日常训练中会不断深化 配合阵法和乐器 形成独特专属的军旗文化 如宋代之时 各类大阵临阵时的基本变化如下 古民一生举黑旗为举阵 古民两生举白旗为锐阵 古民三生举青旗为直阵 古民四生举白旗为方阵 古民五生举黄旗为元阵 这种独特的军旗文化 也常用来区分敌我双方 避免误伤友军 在这里 瑞森要补充一点 除了军旗文化的不同 来区分敌我之外 古代战争中 也会通过士兵服饰的花纹颜色 或者提前沟通好暗语 来进行区分 而当军旗已经不能够下达准确命令时 就需要传令兵出场了 在古代军队中 会设置专门的传令兵 他们需要准确地找到 各营将领去传递主帅的意思 而如果传令兵出场 也意味着战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或者需要进行调整的地方很多 这里面堪称经典的例子 要说到陈吉思汗征服花辣子魔的时候了 在一望无际的雪谷中 传令兵靠着坚强的意志 和誓死如归的状态 完成前线与陈吉思汗之间的有效沟通 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人会好奇 既然古代旌旗如此重要 那在战役中 只要先解决掉手无寸铁的扛起手 精灵无法有效传递 战争不就胜利了吗 事实上 确实也有人是这么想的 比如韩信在破赵之战中 就曾率领两千的亲戚兵 背上汉金的金旗 在赵军被自己的调虎离山之际 清朝出动后 率金攻入赵军大营 拔掉赵军金旗 插上写着大汉的旗旗 赵军见此现状 以为大营已被占领 顿时金星瓦解 全军溃败 夺旗确实算是妙计 但在实际的战场中 想要先杀了扛旗手是非常难的 首先扛旗手虽然手无寸铁 但是由于军旗的重要性 扛旗手的身边都会有护旗的士兵 同时也有关于军旗的 严苛的条例规定 比如七纪光就规定 凡失旗鼓声结者全对战 或卫贼所取者 亦全对战 有功准熟 所以如果意外发生 扛旗手牺牲 那么立马会有人接替扛旗手的位置 继续坚守 直到整支队伍无人可替 其次 我们前面说到 军旗有传递军令 指挥军队的作用 所以扛旗手往往是 从军多年且恐无有力的老兵 能够和部队进行配合指挥 所以说战斗中 士兵们往往是根据军旗的指挥作战 而不是扛旗手盲目地跟着部队走 这也就是说一个骑兵的保护团队就是整支军队 所以敌人轻易也不会越过重重危险来击杀扛旗手 贸然和大批军队作对完全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代军事中逐渐出现了电报、电话、互联网等更便捷的通讯手段 击鼓进军和民精收兵等等操作 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军旗作为信号旗的作用 依然一直沿用至今 比如时至今日 在海军中依然保留着海军信号旗的旗语 同时 信号旗在面对电子干扰战术的时候 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跨越千年的古今变化中 真的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古代战争以最原始的方式拒绝生命 而攻城战则属于其中成效最为突出的一类 攻城战的惨烈程度 甚至连我们这些数千年后的看客都不免质疑 为何一定要付出如此代价攻下城池 简简单单的绕过岂不是更好 那么古代将领们真的可以轻松绕过面前的城池吗 今天瑞森就带大家走进城池与战争之间的真正答案 在说到城池与战争的关系之前 我们首先要明白城池的意义 城池中的城字指城墙 池则指护城河 是中国等东亚国家古代的军事防御建筑 后野范指有军事防御设施的城市 因此对古人来说 修筑一座城池时需要抉择的不只有贸易环境等因素 军事意义同样在悬职考量中占有很大比例 也就是说一座城池的规模和军事设施的多寡 并不仅仅取决于城池的政治意义与经济价值 在古代决定这一点的更多在于城池的军事意义 我们能够举出很多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城池 例如襄阳、汉中与徐州 他们虽然不是遍地流游的富甲之地 但都因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成为了古代最有价值的城池 对军队来说 面前的城池不仅仅是辉煌的战果 它们更是战争得以继续进行的通行证 与影视剧中一马平川的工程占不同 实际作战中 军队很少能够面对平原上光秃秃的城池 这些具有军事价值的城池 通常都建立在山地或显要地势之中 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阻挡大部队 迅速通过难以行军的地区 占据唯一一条交通要道 军队虽然可以选择绕过这些城池 但这样做会极大增加作战的成本 行军的时间本就漫长 若绕过面前的城池 就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补给 也会影响到军队作战的事情 更别提显耀之处 本就地形崎岖复复杂 难以通行 如果将整支军队都投入到绕行的小路上 势必会造成多余的伤亡 还要面对资重补给无法通过的情况 而即便在平原上 绕行也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 绕过城池继续行军 交通运输线会成倍的拉长 兵员投送也跟不上 物资补给无法及时到达 更怕被敌军截杀拉长阵线的疲惫军队 选择绕过城池的另一个坏处是 这样做便相当于将整支军队 投入到敌方主场中 毫无方向的四处乱窜 若是小谷的先前部队还好 但一整支军队想要自由通行 却不被发现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将领而言 这些恶手要盗的城池 无一不建立在令人头疼难忍的位置 但反过来说 攻下这些城池的回报也同样丰厚 自己无法绕过这个城池 就意味着敌军也无法轻松绕过 双方在此拥有同样的条件 想要夺回此城 敌方势必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这些城池常是一手难攻 往往凭借着天然地势就能阻挡敌军的一部分进攻 换成己方占领 不仅能够以一挡百 还可以为前线的作战提供后援和中继点 可谓一举两得 但若将领无论如何都要绕过这些城池 那么军队除了要面对以上的风险外 头上仍然有着另一层浓重的阴云 那便是被敌军前后包夹下饺子 虽然古代通信不变 但城池与城池之间并非静态 互相孤立的 两个城池之间会使用各种方法进行信息的交换和沟通 一旦绕过城池的事被对方发现 那么在攻打下一座城池时 就要做好敌方里应外合 而自己父辈受敌的准备 甚至可能在还未离开敌军作战范围时 就陷入包围圈 落得各被一举歼灭的下场 而绕过城池进行作战的收效也是很低的 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秦贼先秦王 他实际上是指挥作战时 要首先破坏敌方的指挥系统 也就是将领和一众官员 而攻占城池 则是破坏指挥系统最好的办法 如果不然 指挥系统一直存在 那么这场战役将会没有尽头 敌军没有遭受任何损伤 反而是己方变得更加疲惫 对于军队来说 完全是得不偿失的行为 因此 我们明白了 绕过城池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 瑞森就来聊一聊 如果选择占领城池的话 军队又能获得怎样优渥的回报吧 自古以来 人们进行战争 无非是为了以暴力获取什么 抛去以宗教迷目进行的战争外 战争带来的 都是土地 钱财 与人口的增加 而作为聚居地的城池 则三者兼有 可以说 如果不攻占城池 战争似乎就失去了 它为数不多的意义 如果军队选择稳扎稳打 攻下面前的城池 那么这座城中的财富与人口 以及城池所控制的土地 都将收归自己所有 而这种回报 并非只是象征意义上的 它对战争的继续发展 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攻城战是极端消耗军队的一类战役 在攻拔城寨后 军队已经遭受了莫大的消耗 显缘情况则尤为严重 那么被消耗的士兵 要从哪里补充呢 当然是来自城中的人口 很多军队不仅会在城中征召壮丁补充兵力 有时还会大开玉门 将罪犯纳入部队之中 而攻城战中留下的俘虏 也能成为兵员 对急需补充兵员的军队来说 攻城完全是件力大于弊的事 而长途跋涉作战的军队 需要补充的并不仅仅是兵力 还有粮草和休整的时机 攻下城池后 士兵不再需要风餐露宿 短缺的粮草也能从城中得到补充 疲惫的士兵能够休息 扶几线也有了中转战 大可以等待兵员的投送跟上 再继续进发 在作战中 军队的修整十分重要 他决定了士兵的士气与作战能力 因此为了提升士气 古时很多军队都曾有过 城破之后劫掠三天的口号 为的就是利用这段时间 去提升军队的士气 但攻城战回报随风后 将军们也不是傻子 如果可以兵不屑刃 出其不意地绕过面前的城池 那么一些果敢大胆的将军 还是会选择绕过城池 直倒黄龙 但这么做不仅需要胆量 更需要足够的谋略 在直倒黄龙这件事上 中外各有意出色的将领 完成了耀眼的功绩 其中一位是迦太基的将领 罗马人的克星 踏雪行军的名将 西方战略之父 汉尼拔 接管父亲的军权后 发誓与罗马人势不两立的汉尼拔 乘着第二次步逆战争的东风 进攻罗马 面对被罗马人牢牢掌控的地中海 汉尼拔选择兵出险刃 带领大军翻越比利牛斯山 穿过高卢人的领土 在秋季到达阿尔卑斯山脉脚下 并完成了任谁看来都不可能 也不应该完成的任务 以半数军队作为代价 在冬季翻越了阿尔卑斯山 一整支军队就这样毫无征兆地 空降在罗马人身后 毫无防备的远征军统帅西壁阿 此时还在忙着如何通过海陆 将派出去的军队运回意大利 但为时已晚 天降神兵的汉尼拔此时势头正盛 他不断追击慌张的罗马军队 使整个意大利北部的部落 全部倒向加太基阵营 并接连完成了辉煌的胜利 汉尼拔的名字辅役出世 便达成了震惊西方世界的功绩 而在遥远的明朝 朱棣也试图让自己的名字 与天子等同 他试图推翻自己的侄子 建文帝朱允文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是按部旧班 先攻下济南 再徽师南京推翻朱允文 但济南是块硬骨头 军队不仅可能遭到严重的解缘 也许还会被拖进僵持状态 战争便迟迟不能结束 对自己有弊无力 因此朱棣选择了第二条路 《名史姚广孝传》中记载 朱棣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听从姚广孝的建议 绕开济南 直接徽师南京 并成功在关键的战役中 拿到了决定性的胜利 最终他完成了自己的宿命 成为了明朝的第三代皇帝 明成祖 虽然瑞森为大家举出了 两个直倒黄龙的成功案例 但对古代战争来说 稳定的后勤保障和修整 对取得胜利 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很少有将领会明知风险 也要赌上军队以身犯险 因此即使知道攻城战的惨烈 大部分将领 还是会一步一个脚印的 攻下面前的城池 因为承担在他们双肩上的 并不仅仅只有自己和军队 还有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新衰命运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瑞森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